这个月初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才开开心心 送两名太空人进到国际太空站 只是现在却遇上麻烦 原来星际飞船已经先后四次延后返航地球的计划 这次任务原定只有八天 6月5号飞船升空 隔天与国际太空站对接 只是包括9号、14号、18号和26号 四次的返航计划都宣布延期 最新的返航日期可能落在7月2号之后 NASA认为星际飞船的海气泄漏量 只达危险标准的一百分之一 推进器问题也是给太空人时间检查就能解决 所以推迟返航时间只是为了确保安全 不过在星际飞船顺利升空后 波音还发影片大力宣传 过去六十几年对航太工业的贡献 只是飞船返航一再延宕 前来对波音又是一大打击 偏偏这时由大陆与法国合作发射的天文卫星顺利升空 美国似乎需要波音更给力 才能在太空竞逐中继续维持领导地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